因為他就突然發瘋 然後講說什麼他跟台中的副議長很熟啦 那我心裡就覺得說 我就覺得說什麼意思啊 所以我就呢私訊他問他說 請問你是跟副議長認識是嗎 我現在要打電話跟他查核這件事情 然後他後來又支支吾吾 那顯然就是不是事實嘛 然後那後續又隨便謊稱 跟別人說有什麼殺小鎮藍宮專案 然後我就聽到我說什麼東西啊 根本就不認識鎮藍宮的人 根本就沒有這件事 我只想跟大家說會騙錢的人 他就是滿口謊言 請大家不要拿會騙人跟騙錢的人口中的謊言 來問我這個清清白白的人 我在聽到任何狀況 第一當下都會去求證的 比方說他去唬爛說 他跟台中的副議長很熟 我馬上就問他說 你說是哪一位副議長 我現在就要打電話跟他確認 結果最後這個男的他不敢講啊 他就俗辣掉啦 他就說我跟你很熟嗎 然後呢你跟我有仇嗎 然後我就說啊 我沒有把你當家人啊 你覺得是你家的事情啊 不要再傷害其他人已經萬幸了 欠錢載 然後呢我就說他就罵我說 你信心上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說我工作上沒有任何一個可以跟你合作的地方 然後呢我說 我證告你不可能跟你有任何的生意來往 避免你在外面濫用他人民意招搖撞騙啊